救国团南投县团务委员会 有感于疫情期间许多公职人员 依旧是用心服务民众 这些人员更是染疫的高风险群 所以主委林俊武也自掏腰包 采购了1000个防疫面罩 来供给县府社劳处社公园 及南投市公所清洁队员来做使用 那其实在这段疫情的期间 除了警销之外 在第一线做防疫 其实我们县府的同仁 也没有办法居家上班 也都需要到县府这边来办公 也要接触人群 其实也是染疫的高风险群 那我们救国团的林俊武林主委 非常关心这些 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仁 所以今天来制送200个防疫的面罩 给我们社劳处的员工 希望我们在上班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到防疫的安全 县府社劳处长林志忠也代表县场林明珍 感谢救国团林主委对县府人员的关心 特别制证防疫面罩提升了工作室的防疫安全 南投县救国团团委会 这个南投县的主委林俊武先生 他有感与我们社工同仁 还有第一线我们设政的工作伙伴们 他们的一个防疫上的安全 他今天特别自掏药包 购买这个防护的面罩 那我也要借此机会 代表林明珍县长 要特别感谢 先远尤好也指出 救国团长年投身公益 疫情期间更是协助防疫不多人后 也希望这样的精神能有更多民众响应 共度此次疫情的难关 那过去在林俊武主任委员发起 那由十三乡镇以及曾善美公亲队 共同在各个乡镇 举办的公益连线赠送物资的活动 还包含就是我以及方宇议员 嘉哲议员还有包括草团的正名代表副主席 还有包括南投市民代表廖宇秀 还共同都有参与 也希望在目前的抗疫的过程 大家共同来防疫 还一起集合社会资源 还共同来发挥爱心 还跟着救国团 还能够一起在这次的防疫过程中 还大家发挥人机 及人力的精神 还一起度过这次疫情的难关 疫情的控制除了仰赖政府部门的积极规划外 也需要全民一起来配合 汲取透过各界共同落实防疫下 此次疫情难关能够早日来度过 记者卢依凯南投采访报道